欢迎收看《油点新闻》和《屈基TV》联合制作的 《世界是米话不关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陈杰 我是邓国军 Dr. Raymond 我是吴俊宇,大宇 大宇,最近有什么新闻? 最近有一宗新闻 美国国会企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7月12日发表了报告 批评自2019年6月以来 香港律政司根据国安法和其他示威相关法例 起诉近3000人 报告也提及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说他曾经表示自己不担心被制裁 报告便建议美国要实施额外的制裁措施 所以这个世界是米话不关香港事 你说到制裁这件事 其实香港以前 大家知不知道是靠制裁起家的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打韩战 打韩战的时候 中国被禁运被制裁 当时香港成为了一个窗口 能够将内地所需要的物资 是透过香港这个窗口 是运送回去的 事指到今天 又来制裁了 不过这次原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制裁 是连我们的司法人员 我们的检控人员 都被人制裁 这件事原于是什么呢 原于就是国安法 他觉得国安法影响到他们在这里的情报人员的工作 于是无所不用其极 开始对我们实施制裁 但我们看看制裁这家 Dr. Raymond 外国有什么例子 刚才阿杰哥你这么说 大宇没出世啊韩战 哈哈哈哈 其实看回美国他们玩制裁 我反而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制裁 但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无关事 为什么呢 我这份手上握着这份 就是刚才大宇在讲委员会的那份报告 其实如果你认识那份报告的话 你会发觉这件事 他说来说去就是介绍我们的司法人员 谁负责告什么 然后就说要制裁那个人 制裁了就不理他 但你想想美国用制裁来玩什么呢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记得了 在沙特阿拉伯里面有一件事 就是王子涉嫌杀了记者 你想想以美国这样的说法 说是人权问题嘛 很应该要制裁王子的 但是在美国自己里面都说 不要制裁不要制裁 制裁了没有的大哥 所以凡是真真正正到肉的东西 真是关他事与的事他不会制裁的 制裁得的事永远都是那些 纯粹是吹的 就是那些叫做打口水箭 因为第一 你又可以有全球性的报道 个个都说他制裁香港啊 制裁官员啊 好像很大人自感 实际上没有做过任何事 也都不到肉 他又不会痛 所以找几个人来搞呢 他的目标其实是用来做show 换句话说 逢是你看到美国叫制裁 如果是这样的制裁的话 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根本不关心这件事 换句话说 他说香港这些司法制度 现在这样这样这样 怎样好 怎样不好怎样不好 他一点都不关心 他只关心的就是 他在世界上 有没有人理会 他发生什么事 他在那里纯粹放烟花 给人看 如果说国安法 你因为国安法 我们执行国安法 而被你制裁 其实这个世界 哪几个国家 是没有国安相关的法律的 个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 内政的安全 保护自己的政权 怎会没有国家安全法律呢 我们不要讲远 就讲近近的 和我们关系都挺密切的 新加坡 新加坡在去年 就通过了一个叫做 防外国干预法 这件事就真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下的 他里面说什么呢 新加坡政府如可以认定某个组织 或者个人的工作 是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 即可以认为他具有政治影响 这个意味着 他可以根据需要披露他的资金来源 即是说你在新加坡的 透过社交媒体各方面 去攻击政府的时候 而他也都怀疑 你是帮外国的实体去做一些事的时候 你的资金来源就是要向他揭露出来 如果在美国的立场来说 他都应该要制裁新加坡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 他最多就是在记者答问会 在白宫发言的时候 不断说两句 轻轻地带过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对他来说 非常之有利用价值 尤其是他现在想围堵中国 所以对于新加坡 即使他有些类似我们这样的 一些国安法的一些法律 但是美国是不会制裁他的 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一件事 对他有利和没有利 才是他决定制裁与不制裁的 一个唯一的标准 就是对他有用的 他就不制裁 没有用的 他不在乎的 不理的 又或者纯粹用来表现 这样他就制裁了 是的 大宇你觉得他今次的 所谓的要制裁 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要跟观众讲一讲 今次这一句 其实他在讨论 会不会制裁这几个人 未正式开始制裁 但是今次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令到我们的司法人员 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却步 从美国以往制裁中国的经验 我们看到 美国制裁哪一个领域 哪一个领域 就反而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如果我们今次讲的 这个叫做司法人员被制裁的话 最初我相信对相关的人员 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但长远来说 其实要提醒我们 当我们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件 要审讯的时候 应该要安排一些 在美国没有资产的司法人员 包括法官 这样才能够保证到我们的司法公正 是的 一定要作一个调整 而最终这件事我自己觉得 国人看法就是 将会令到我们培养出 更加之多的外国的司法人员 我说这件事很重要 你刚才说的一件事 也是问题所在 我们在找司法人员 或者检控人员 去处理相关的案件的时候 真的都要想一想 他们有没有压力 譬如 有没有小朋友在英美国家读书 有没有在英美国家作出投资 我不是说他们的钱有什么问题 他们的收入是不错的 送小朋友出去读书 大有人在在英美的 你说 我在美国的股票市场 买美国的股票 买美国的房产 这些都是正常的投资 但是这些正常的投资 往往很可能 因为是一个公正 根据我们国安法 而作出的一个判决 而牵动了某些人的利益的时候 那美国就会说 我制裁你 令到别人在那里读书的小朋友 受到不必要的困扰 或者人家辛苦经营的一个投资 就爆为乌有 这个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司法人员 和选择检控人员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需要去想一想这一件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彻底改变我们的一个司法体系 我们要培养更加多的 外国、外港的法官、检控人员 令到他们不畏强权 不需要惧怕外国的制裁 能够公平公正的 去执行国安法赋予他们的任务 其实结果 他们这个所谓制裁 就是充其量就是 吓这一班人 等这班人的恐慌来影响你 但是反过来 自从武战争之后 越来越大家都看到 大家都在想自己要独立到自己的 那个银行体系 或者诸如此类 你想想一下 如果这班制裁的人 好像之前我们特首都说 就是我们上一任的特首 说要出现金的出粮 你想想一下如果我们久而久之 可能俄罗斯、中国、甚至乎连在印度 都会有些新的银行体系 或者银行是不需要用Swift系统的 又或者是完全独立开来的话 你想想一下 你可以仍然出努保 出人民币 还是你喜欢出印度努比呢 其实一样可以 你想想一下它是搞到你麻烦 导致你觉得你生活受到影响 但是它越搞 大家都越会想起新方法出来 令到生活不受影响 这个反而反过来 就令到大家都会发展了 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说它一制裁 我们反而就变得有运行 这个就是刚才大宇说的 它在制裁哪个领域 我们就在那个领域有得发展 是不是 今次看起来司法制度 可能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同样因为司法人员 可能对司法人员的困扰 令到他出粮有问题 各方面有问题 又令到我们的金融体系 能够自己发展出来一个独立的系统 免受于它的制裁的困扰 所以长远来说 我们是不需要惧怕制裁 而且我相信 我们国家有一个东西 你越制裁我们越强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明白 它这些制裁 只不过是它搞的一个手段 它根本真的不是关心香港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司法体系发生什么事 它完全不关心的 它只是想得到它自己的好处 就是作一个宣传的效果 那拿来这些人就死了 所以这班我们自己 无论是谁受到的制裁也好 反过来教育我们自己的人 就是要明白 美国这件事的真正容易是什么 它不是因为什么人权 不是因为什么司法制度 不是因为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事 就中服了 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 有个国民教育 告诉我们的年轻朋友知道 美国真的不会关心你的司法体制 不会关心你国家的人是怎样 它怎样会关心呢 我都讲短期关心的是什么 无论共和党好 民主党好 关心的是它将选票 它选不选得到的 长远一点 讲它们的国家宏观一点 就是它的霸权主义能不能够维持 它的霸权能不能够延伸到其他国家 去吸人家的好东西 吸人家的钱财 去维系它自己的霸权 维系它自己的好好的生活 这些才是美国现在在做的事 它怎样会关心你的司法系统 它怎样会关心你的国安法 是否剥削了人权自由 这些做出给人看的 没错 特别是他们现在中期选来 其实美国现在是越来越多一些议员 我们叫做single issue 的constituency 意思是他整个议席 他只是讲那样东西 天天是讲人权 这些情况 对他们就很有利 你看我做了什么 我制裁了香港的官员 他是讲拿自己的船票 讲为自己去铺路 根本你不让他制裁 或者你制裁完之后会做些什么 对他完全没有关系 你说我们新的律政司司长 林定角 他刚刚才上任 是吧 他做了些什么 你觉得要立刻 把人家的名字拿出来 说要制裁人家 现在才刚刚上任多久 一个月都没够 那你就已经觉得人家做错事 要制裁人家 你怎样都说不通 我同意大家所说的 就是他不是关注地区的人民 为什么呢 因为他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讨论制裁哪一个 怎样去制裁 他都不花时间 去想想香港最近的新闻 曾志健 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他是进了美国领事馆 然后被他赶回出来 是的 你看曾志健 被人家当货 放在纸箱里 从这里搬到这里 那里搬到这里 那里搬到那里 真的我在电视上看到 他被拘捕的时候 披头散发 那么久没有修辑过他的发型 我们说 其实他现在被拘捕之后 他反而可以做回一个正常的人 不过也都给大家看到 当时跟着美国走的人 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是的 我想到一个根据 如果亲美的下场是这样 以后哪有人敢亲美 好 那我们喝杯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不停 就不停 我们下来 你吃不温 你吃不温 不停